本门共1122次阅读完 约三分钟金融投资报评论员刘柯 日前万科发布公告 2018年 全年共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6069.5亿元 同比增长14.5 2017年 万科的合同销售金额是5000亿左右增长20% 而在A股上市的万科A在2017年年报 数据显示销售收入是2428亿 不管是2428亿还是6000亿 这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而且2018年销售金额跨入千亿以上的房地产企业不在少数 排名前十的企业销售收入门槛 都是2000亿元有意思的事 这些动辄数千亿销售收入的房企 却在最近几年半夜低调天天喊着活下去 不了解内情的人 还真以为房地产市场的寒冬要来了结果呢 几乎八成的房企完成了全年的业绩目标 随便一个都是数千亿销售额 而且基本都是10%以上的净利润率 房地产如此赚钱让很多上市公司难开用数据说话 截至2018年前三季度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8.87万亿元 同比上涨9.9%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1.93亿平方米 同比上涨2.9% 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为10.4亿万亿元 同比上涨13.3% 同期A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1.89万亿元 这里面基本都是金融地产在充门面 如果剔除金融行业的5.16万亿和石化能源4.87万亿元 建筑行业的3.29万亿元销售收入 其余数千家上市公司实现的收入 基本也就是房地产的两倍左右 再剔除一些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的收入 A股完全意义上 市场化竞争的上市公司 加起来也就和房地产打个平手 所以有人就说 从收入构成来看 只需要分房地产 金融和其他板块就够了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值是股市的10倍很多人 只要一听到说 央行降息降准 第一反应就是房地产受益 中国的房地产 基本就是靠庞大的流动性来支撑的居民杠杆率 最高的就是房地产 而万科还算是比较低调了 再不停地收油门 要不然万亿销售收入也不是问题 新年一是央行释放流动性 一来就是上万亿股市上涨两天后陷入调整 那么房地产市场呢 此前就有三 四线城市限购 松动这些地方 房价继续上涨的欲望很强 房地产市场去杠杆 仍面临诸多挑战 我们有一堆销售收入数千亿的房地产企业 除了拉动一些技术含量低的消耗性产业 在科技进步上有什么贡献 在产业升级上有什么贡献 无非就是消耗人口红利而已 而且我们把太多的资金 消耗在房地产上更需要资金支持的高科技 新兴产业 却污蔑下锅 再不改变这种跛脚的局面 我们拿什么去抗衡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靠房地产企业能行吗 编辑陈宇和本文为金融投资报 GRTVB028微信号原创文章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如需转载 请联系金美转载 需在正文开头显著位置 本报法律顾问北京委横城欧律师事务 索罗浩斐律师联系电话 186-2801-7105 联系金美商务合作 0288-696-8491 本集完